你好 你好 那 我們 各位同學 其實看起來好年輕喔 你好 我們今天全部都還要幾張無下 我們原本也是穿著你們來褲在那邊換掉的 欸?是是這樣嗎? 因為我們想跟來新政院 就要穿 我們這邊完全是 open space 然後可以看到 那我們下次把它當maker space 那我們道具拿出來 好,現在會上 因為我們其實 偽咒帶比較安全的欸 我們沒有帶飛機 飛機有沒有帶? 飛機應該要帶的 你要不要就回去 他們看要不要送飛機來 請坐請坐,大家都不要 好,那我們其實 大家好,我是Jacky 我其實是 我是Tiple這邊主要的負責的 創辦同人 那這邊是我們的夥伴 启元玉珍和Jennifer 張琳 那我們今天 那就輕鬆一點好了 只是我習慣站起來講話 所以厲害 我們可能會按燈紅一下 沒問題啊 我們的東西 那我們其實是在 我們大部分的團隊 都是台灣的朋友 台灣同仁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在國外 有去讀書 然後工作 然後在美國的時候 就開始了這個project 因為我們其實 主要另外一個創辦人 是現在在台大的資工系的教授 那當初我們都在國外 其實在國開念書的時候 就開始在西卡門 有這種創業文化 然後創作精神 所以在那邊工作了一段時間 那老師他覺得 我都稱那個我的partner 老師他覺得說 台灣其實教育這一塊 台灣的科技跟國外有一個斷層 那個時候其實我在五年前 回來台灣的時候 跟有一些政府同仁 或者是說明天單位去討論 一些甚至AR技術 我們那時候第一個 在美國做的是 幫台灣做的觀光的ARAPP 沒有人 我記得那時候 印象很深色 他們就問我們說 這可以在Nokia Phone上面使用嗎 那你就可以 我們這個 可能現在我們聽起來 大家會覺得說 怎麼會有這個問題 可是在那個時候 真的台灣是沒有人去接觸 甚至去拓展智慧型手機APP 這一塊的發展 所以老師那時候 跟我們就決定說 他要回來台灣 從教育開始做進行 就回到台大 開了第一個 全台灣第一個 就是做APP開發的課程 所以那時候全部爆滿 然後所有的學生 都現在也都在各個地方 開始變成是 我們台灣能夠發展APP產業的精英分子 那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那大家老師在這邊的過程中 在教育這個過程中 發現說 除了這麼多的大朋友 大同學 高級學生 需要做這個 Compure Science 的這些發展 還有APP開發之外 那現在我們都跨領域的 課程的同學 像我們說 Business Class的 或是一些 可能Industrial Design 就是工業設計 課程的同學 他們都需要做一些 實體的東西 或者甚至 Project 去做一些Proof Concept 就是能夠實際 做出一個產品來Demo 然後可能講一下他們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內容 可是這個如果要接觸到 有Compure Science 門檻就可能太高了 所以老師就開始找說 有沒有一些比較容易 可以讓大家使用的平台 那當然國外有一些 就是像MIT學校有發展的一個 叫做Scratch 我想如果在座有些同學 可能有聽說過 那Google也有做一個叫Blockly 那這些都是所謂的 視覺化的語言 就我們就把它想說 其實就是Java C C Shop 可能他們長得都有點像 但他們其實不一樣 那我們後來在研究這麼多平台 就發現這些都是過去 大概快15年前發展的東西 所以有一些科技上的發展的平行 但是大家都還在用 因為是Open Source 那些老師們也很熱心的 去一直在全世界Promote 那我們後來就決定說 我公司也很幸運 有一個小小的經營團隊 那能夠在技術上面 做圖畫的開發 我們就決定要自己來開發一個 是跟未來接軌的 雖然看起來是圖像化的這個語言 可是未來的小朋友 都會是在這個平板上 iPhone上 iPad上 Android X上 或者是看到的 所有世界的東西 都覺得是無線連結 應該這個就是 可以用手機操控這個燈 可以用手機操控這個之類的 可是現在這些都沒有銜接的管道 讓他們知道說 我的未來世界應該是這樣 他們生活的世界是這樣 可是怎麼樣能夠有這樣的技術 去做個從教育開始 然後做個銜接的這個bridge 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開發這個平台 真的是全世界唯一 一個可以操控 這麼多不同廠商出的硬體 Multiple device 從虛擬化的東西到實體化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 我們家的傢伙們 但不是我們出的 全部都是不同世界上的廠商 他們出的硬體 包括這下面像看到這個控制板 是這個如果大家聽過 Arduino是新的一個系統 就是大家會很多硬體廠商會出這個Arduino beam 或者是他們那些control的那種processor 然後他們可以去做這個 其實就是玩具裡面的東西啦 它其實就是一個控制板 然後到裸身 它只有這個玩具的控制板之外 到甚至像智慧家庭的燈 或者甚至像我們所謂的冷氣電視 這些都是我們所謂的這個IoT的硬體 這些硬體原本可能只是玩具 然後可能是沒有教育性質的 可是我們把它結合起來 小朋友或者是大人 是大人可以玩中學學中玩 那我們大概講這個 我們開始做這個project的概念和想法的時候 我們就實際上來看一下我們在 我們在美國 其實我們是主要是在美國 還有歐洲推行這個東西 是因為英國已經把這變成是公立了 那很多其他的歐洲國家 也是把這個programming 就是程序教育變成公立學校的 那今天我們其實原本沒有預估到 亞洲的這些國家會這麼快的一起推行 那在去年的時候可能就是有這麼多的 新力的這些新生代 進來政府的單位去一起做推動 然後看到國外這麼多的 programming education 所以去年的時候台灣有決定在明年 開始要變成公立的一個課程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原本是來輕易的 因為我們想要來幫忙貢獻一些台灣 這些教育上面做 可是據我們了解就是說 可能台灣那環境還是需要比較明確的一個概覽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到我們國外的那個 老師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但是台灣可能比較需要一些明確的概念 可是據我們現在的了解就是台灣現在都沒用 哪裡大家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想說還有什麼我們可以做的 可以來幫忙嗎 我們這可以介紹中文版本嗎 我們其實也可以有中文版本 還是大家看英文的coding也是OK的 他們一定OK 都OK嗎 那也可以 因為我們是做到的就是說 剛剛我們有跟一些 就是也在從事教育的單位的那些 一些前輩們他們就說 最大的評估就是他們說英文這個是 小朋友和老師一看到也會怕 那我們其實已經有做到中文介面了 所以只要你可以讀說 就是讀然後讀中文字能夠讀得懂 然後你有一些基礎的可能數學的能力 甚至沒有也沒有關係 那就可能可以開始直接開始從 學著 玩中來學習 邏輯思考跟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這個就是真正conversize做 最終最終這個programming education 其實最終的目的是訓練你這個 邏輯思考的能力之後 那有可能你可以實作把它做出一個 這樣子的軟硬體 這樣子的軟硬體 那我們這邊看到的是 我們做了一個demo的這個app 是Floppy Bird 這個聲音也可以出來 就是小朋友如果真的沒有這些傢伙 沒有這些硬體的話 你可以實際上做一個這樣子的app 在就是自己可以創造一個在 Apple Store上面 Top 10的一個玩具 然後給你的小同學玩 然後可能分享給你的朋友 所以他可以是真的做一個虛擬完整的東西 這就跟你真的用programming 寫是一模一樣的道理邏輯 那這個上面我們看到其實就是 就是所謂的如果深度一點的話 這就是object-oriented的這個programming language 所以每一個物體 它做邏輯上面的那個code 那這每一個code其實 我們放大一點了 因為稍微這樣子 有點看不太清楚 這其實每個code 就是左右邊的這個是要堆疊幾種的概念 那如果如果要把它看到 很恐怖的就是黑白 其實現在其實不是黑白的 像那個Xcode這些都 這個compile 其實它都會把它分顏色 你的class什麼對比 所以已經不是所謂古 是要說黑白的code 如果你要看到 它後面的背後思維邏輯 其實也是可以進階到看這個code 可是這個對一般人來談 那就是很恐怖的語言 像是外形語 對不對 我們大家看到 然後可能不小心打錯一個字 像我們剛剛那邊 你的點多打了一個 然後大小寫 可能有些code 是大小寫也會區隔 或是你為了那一個 可能少了一個中掛號 或是掛號 是打錯的 就要做所謂的抓蟲 就是debug 那那樣子就是造成大家在學習過程中 比較多的門檻 和比較frustrated的地方 就是大家畫了那些 所以我們把那個部分 難的地方 我們做處理了 像現在所有的人 不管是maker 小朋友或誰 都可以用這樣子 最簡單的圖形化的語言 去做更改 那可是完全 這就是commercial science的邏輯說 說你的參數可以改變 你們這邊幫我做示範 謝謝 就是我們這邊看一下 我們這邊甚至就是說 他的跑的行走速度 什麼跳的高度 全部都跟commercial science 一模一樣 那你可以做到這麼多完整的東西 是小朋友可能就開始先拉一拉 就開始看 他最開始的就是看 按那個play 按那個play之後就是玩 就不怕 那我們後來可以往出來的話 我們再看就是做 好 我們現在不做save 那這些就是virtual的部分 我們來看就是 真正如果應用到硬體的部分 我們硬體的部分 那我們來做一個 實做一個 現在可以嗎? 好 我們在考慮 我們實做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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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A 好 那他其實在開始的時候 就是這個國外的廠商 他去做硬體的 他純粹做這個球 那他做這個球 沒有這個頭 也沒有這個包裝的時候 其實他們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像他們的那個宣傳短片裡面 就是 只是一顆 就是給狗狗追的機械球 他防水防耐搖 什麼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想不出運用方式 然後後來 在 before 他們遇到迪士林 變成這個 BBA之前 那後來我們把它變成 就是 就是 他其實就是教材的一部分 等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demo的影片 那很多人就 很多老師們 他就把它變成教具 所以他其實就變成是一個 從一個純粹是玩具 變成到 一個 smart toy 就原本是smart toy 現在變成是 可以在 教材裡面變成 其中的一個硬體焦菌 所以我們看一下 別人做的實體好 這就是國外老師在做的事情 那這個是日本 我們日本有老師們 他們就 所以這邊 日本小朋友 他們自己做一個實體上的 這個challenge 民工 然後 讓小朋友去做program 說控制這個球 那個白色的其實是這個 他的全身 是沒有他 沒有這個外型 沒有VDA的手 怎麼樣去教材說 我要控制這個球 可以去過這個橋 那橋有斜度 然後所以你要去調整速度 太快了會衝出去 所以 那我們看 還有別的影片 比如說 還有做成art 所以在國外有個課 國外最重視的課程 叫stem 就是A-T-E-A-M 它是每一個subject 每一個科目的縮寫 那 再早期一點 叫做steam 就是只有steam 就是說科學啊 數學啊 那 後來加了一個A 是說變成有art進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球 那個老師 他就把它放到 那個油氣桶裡面 然後讓小朋友去program 你說畫成一個圖畫 甚至還有像別的 就是畫成一個這種 集合圖形的作品 然後我們甚至在母親間 有看到他們做一個像mosaic 就遠遠你看到的 近看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那種圖 遠遠看到就是看到love mom 那就是很多很多他們非常creative的東西 是當你enable給了他們這個平台和工具之後 他們變得so creative 他們可以make things happen 然後真的是創造出來 那這邊的話我們看到 這是真的一個小朋友 他做Christmas很amazing的一個 全部都是他自己做的 我們中間的那個 你看到那個Starwall後面那個摩天輪 他是利用我們上面一個叫做Lego的Vido 做的那個機械軸 然後program這機械軸 然後旁邊的上面的車是 那個其實他就把那個spirot這個球 車子藏在這個盒子裡面 他program這整個東西 做了一個自己的遊樂園 就是在利用我們這個平台上面 所提供的一些工具 然後一些硬體 那這個當然就是今天沒有帶來 就是我們有支援這個小飛機 每個人每次看到都go crazy 因為其實後來我發現都是爸爸很想買 就是跟媽媽講說 我要用這個來教小朋友寫program 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做一下實體示範 或是如果有 還是有人我們現在也要玩 現場有人願意來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個program 看三分鐘學成是嗎 有嗎 這樣就冷場是嗎 那我們只好就 就考委員嗎 委員應該沒問題 就是 好我們做一個簡單的 就好像說iPad本身其實是有 具有非常多sensor 它有螺旋儀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個載具 和硬體的道具 所以我們就用說它來控制 就是用它的這個水平軸的感應 sensor 來控制這個球做前進後退 或者是所有的一個可以嗎 等一下 我越講越多的就是表示要寫一件 就是要拉一些扣子 然後控制這個球 這些所有的硬體其實都是不同廠商去製作的 所以有可能像台灣很多硬體廠商 或是玩具廠商 那他們將來如果需要說把它這個變成一個其中一個一環的話 其實也可以放在這裡面就是做一個應用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這個玩具有什麼樣的玩法 可是當你給了這個之後 這就是一個就是N層N的那種 combination 大家就可以無限的發揮 我可以用這個當作是我的output的硬體載具 就是它是被受控的 或者是它可以當是input的 像我們有小朋友是寫的是 他把它當這個搖桿 所以他寫一個這個在上面 剛剛我們看到virtual的就是那個可能鯨魚或是動畫 然後他用這個去控制 就跟任天堂遊戲一模一樣 就任天堂的Wii大家有玩過嗎 就是你用那個搖桿去操縱螢幕上的東西 其實這就是未來的世界 就是everybody就是以前我們就說大家都可以 我們這個現在這個世代是說 每個人都可以寫層次寫app 那未來的小朋友他們甚至可以寫到就是 他的智慧家庭的系統 或者是他的自己的Wii的遊戲 或者是他可以自己設計 他自己的智慧房間要怎麼弄 然後他用一些collection 和這些不同的硬體然後不同的玩具 然後他就可以自己去創造這些故事 我們也有小朋友就是用這個去寫故事 寫個動畫故事 然後可以去把這些東西跟分享給別的老師 別的學生 然後全世界的人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剛剛有看到 就在國外其實大家已經很喜歡Tico這個 那我們希望有機會能夠 讓台灣的小朋友 或是台灣的makers 也能夠有另外一個新的選擇 先去接觸和學習 然後不用這麼害怕說 程式教育是一個恐怖的東西 可是或許還是需要一些資源 就是我們可能可以再怎麼樣協助 讓台灣的老師們 教育界的那些長官們 同仁們他們可能需要有些東西 去給他一些example或guide line的時候 我們或許要了解他們需要什麼時候 可以給他們一些東西去start with 那有沒有 好 那我們這樣 像 要一點是 好 先是最簡單的好了 好 你就最簡單 這樣子可以嗎 就是像Hob就這樣一個展示線 好 那一塊 通常小朋友這樣就已經瘋了這樣 這樣 頭掉了 頭掉了 所以寫成就這麼簡單 就是說真的是說可以是這樣 可是這時候你已經運用到很多了 可能原本是一個步驟 然後後來就說 那我們帶入了這個forever loop 就是一個循迴的這個 循環的這個概念 然後你要做這件事做一次 然後再轉彎一次 我們通常都會這樣循序借機 你要讓他走一個方形 然後後來要走圓形 那走八字形 要走到圓形的時候要怎麼做呢 那有什麼方式 然後如果一直重複的話 還有什麼的可以寫的更簡短的頭 這其實真的如果學過conference science 可能就知道 這就是真正在學習的一個過程 那你可能先從看人家example 然後變一變 一些參數之後 然後再開始理解 這原來是這樣的output 然後output之後 我現在output 是不只是用comment 把這個在 拜託 這我們可能陪不起 因為上面要應行任務 然後我不是隨便把這個 那我們在以前寫program的時候 就是要把它用一個指令叫做print 就是我到底這個做出來的答案是不是對 可是現在的話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滾出來 或者走出來的形狀 或者是真正的結果是不是對 那還可以一直去調整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他們所有學習過程 都是一直在測試調整 然後他們就開始理解 然後做完之後他們其實就完成了一個作品 然後他們就學會了這些東西 然後當然這就是可能要請教各位 大家有什麼建議或想法 或者是大家要試著玩玩看 如果有玩呢 我們今天就會免費送上貼紙 然後如果玩11把他送貼紙 然後玩100次之後 都說有機會抽小飛機這樣是嗎 要不然大家就不用怕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看看 大家的建議是什麼 那這是我們今天最主要來辦會的目的 好 謝謝 好 那好像換我們要來開始有講生打嗎 就是要測試有沒有人要來玩一下 除了我們的司務師之外 這邊每一位都是學生師的 對啊 所以你看你們都是講講講講 夠 對 那我們就只要請事務是什麼 事務 Wendy Wendy要玩 來試試玩 那就滿費不好 反正可是現在有問我以後 因為現在只有iOS版嗎 目前是因為是 因為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是因為一個iPad 一個小孩的那個在國外推 所以我們那時候 哪一國啊 美國都市場 英國其實也是 就是 One to One 新加坡也是 所以 就One K One Tablet 可是他們那時候就是這邊是大宗 所以我們那時候我也推薦 我們就先選用iOS的這個載具 那當然他們那時候還有考慮到什麼 傻孩子的 privacy issue 啊 security 對對對 所以那時候是這樣 對 但是如果要破搭別的話 其實是我們也可以有能力去幫忙自行 去年年底之前還不行嗎 因為SWay for Android 所以那時候還沒有很成效 那你們既然是用SWaySan的話 要嘛就是你們換到Codeway 要嘛就是你們用我去年是來約的那個版本 可是要嘛就是我們請大家幫我們 這樣就好 不是這座都幫我們 你們要分手機出來嗎 我們可以改啊 我們所有都是分手機 對啊 那我們就 這怎麼賣硬體咧 蛤 這怎麼賣硬體 硬體這些是硬體廠商的 他們的 他們的 一定要賣這個硬體 對啊 所以你們的利益 怎麼大家都問了 今天的行政院都要問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協助硬體廠商 他們在賣這些硬體的時候 他本來是沒有價值 我們是價值這個東西 他沒有教育意義 我們就是幫他做教育的這個命令 所以他們就 然後他們想要買就是家長和小朋友嘛 那所以就是我們等於是協助的硬體廠商 說你變成一個有意義的玩具 然後在這個平台上面 你可以有機會曝光 和做 可能就直接跟consumer講說 這是一個新出來的玩具 可以去做銷售這樣 那這就是 我們希望做的事情是 大家都 everybody都有benefit 就是win-win-win 就是短體 硬硬體業 和真正的使用者 都有在這樣子的ecosystem 跟受困這樣 嗯 下一個問題 哈哈 沒有啊 所以如果是這個定位 也就是你們是 類似channel 或者是類似一個平台 然後在平台上面 盡可能讓多的硬體廠商加盟的話 那這套編輯器本身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因為要維護這個其實是非常花力氣的 你們真的不考慮跟scratch一樣開放出來嗎 開放 那如果我們有政府的協助的話也可以啊 我們就會變台灣的MIT啊對不對 那沒有我們其實 在目前來講的話 會因為不同的region 而有不同的開放形式 那說實話啦 就是說如果是在大陸那邊的話 就是完全不開放的形式 那他們會有一些可能是代理的人 他們會去做控管 那他們對他們來講 這是他們的一個total solution的方式 那我們在國外的話 這個開放就是已經可以免費使用什麼的 那這種開放的形式是我們也很願意做的 那如果是要跟各位的開放的話 那如果是要跟各位的開放的話 我們幫我們開放在這裡的話 我們就開放也是很OK的 那真的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其實希望 那這個就要講到感傷史 是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在 我們整個團隊都是台灣人 那我自己國外回來的時候 就是剛剛有人就問到說 欸你們為什麼會想回來啊什麼的 說真的就是說 真的是想要幫台灣一些 能夠做一些事情 那我們只能盡我們這邊的心力 可是我們也希望把台灣聰明的recruit起來 做一些能夠世界上認同的東西 那所以真的都是在花自己的過去我們 我們是在Selica那邊工作 然後等於花自己的技術 然後找到我們公司團隊的同仁 都很年輕也很好很棒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台灣的talent 可是大家都一直希望能做點什麼事情 讓不是只有台灣的人看到 世界的人看到 可是我們自己其實有點害怕是因為 台灣的不管是教育界或者是科技界 或者是對這樣子的系統或者是接受度 或者甚至說你要永續 那這個東西如果是open source 那怎麼永續 不是只是維護的部分 那要怎麼樣去執行 這也是我們想 在台灣這邊想明明到的一個 就是也是一個挑戰 對在國外的話可能就是很容易接受 這是一個服務 這是一個產品 如果有銷售都是合理的 那這是我們也是想要來請益說 如果我們今天還是繼續想要希望 和幫助台灣 可能甚至在教材教具這些上面的去制令 但是也要維護這是一個希望的 永續發展的公司 可能未來希望說 等一下以後提到說 這是台灣人團隊上的大洋廣大 它是一個永續發展公司 那我們怎麼樣再取這個平衡 和怎麼樣去做更好的東西 那如果大家願意做志工的話 那我們也是非常開心 因為我們現在真的是靠自己 我們這一群團隊的朋友 是真的是靠自己 那我們 可是如果是完全open source 我們就要考慮到後來後續的發展 就是大家的制工的passion 就是熱情我們能夠維持多少 然後能夠做到多好這樣 我想問一下 好 謝謝 這個IDE 那還是iPad Pro 它是12寸 那可是一般的iPad 或iPad像iPad mini的話 都可以 都可以 沒有 我想問的是 因為它螢幕尺寸小 然後 看起來都是字 我沒有做特製化 所以我們iPhone版本的iPad版本 還不一樣 是不一樣 那因為小朋友他 因為那個指令很多嘛 那像我用類似的篇篇 提起的時候 我通常會很煩 找我要我的東西 對 那 小孩子他不會很堪定說 我要做的事情 給我那裡找半天嗎 目前小朋友 我們有一些影片 小朋友做是真的還好 他們真的很快 所以目前很好 不真的就這樣拉拉拉 對 因為大份指令 其實很多是習慣的 像我們說我們有分類 這邊它控制的部分對不對 所以它在這邊就找到的是分類 那他們其實如果 我們甚至有客製化跟硬體的配合 像我說這個一定沒有飛 那飛機有飛 有翻轉 有速度 所以其實有跟著硬體做一些 某一些指令上面 可能會在Motion上面 會有一些客製化 可是其他的 好像說這種固定的 這種Control的Events 可能都是差不多內容 所以這個都 那剛剛有提到說 不同的介面大小 我們也有做調整 iPhone 因為iPhone的那個 普遍率還是比iPhone 用更多一點 所以我們還要考慮到說 它在學校做完之後 它因為其實美國 Teenager 很多都有 都已經有這個iPhone了 然後他們就可以帶回家 也是繼續調整 這是iPhone版本的 它就一定是跟這個 介面會有一些調整不同 對 那我們其實甚至還有做到 就是幫助這個弱勢的小朋友 所以我們有語音的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在Apple Store的美國 他們有選我們就是 assessibility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做特別去為了這個 視障的小朋友做這個 輔助的部分 那他們就非常欣賞我們 然後甚至找了那個 有一些專門做視障教育的 這個專家 然後去做推薦和評鑑 然後就說 喔你們真的很有心 在這所有的設計上面 那因為我們的主要創辦人老師 他就是UI UX設計的 非常 devoted 他的專家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是花了非常多的心力 這樣子 Ethens分開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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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ens分開在什麼 Ethens就是上 最常用的就是說 我們其實現在可以控制很多 不同的硬體 那五六七八個都可以 那這些Ethens 可能就可以是互相trigger 彼此 發到私立那個 美界的那個橋面 紅色間接的 喔對對對 像我們 像我們剛剛有看到 我們有個燈對不對 我們有個小朋友做的 是 他把這個球 那時候還不是這個BBA 他把他點在門後面 但因為他這裡有 Cloud sensor 就是撞擊的Sensor 所以他媽媽一開門的時候 撞到那個球之後 他就把Felible燈 調成紅色 會閃會閃 就是說這是紅色局界 然後他就 Demo這個 然後我們就覺得 喔小孩真的想的跟我們都不一樣 但是就很酷 這其實其實就是一個 對 智慧家庭的處形 智慧家庭其實就是這樣 你進來之後 會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就是被啟動起來 或者調整 那他其實就是 你真正落實了所謂 IoG或Smart Home的 這個處形的設計 請教在座各位 都是Android的開發者嗎 沒有啊 應該這樣講 有寫過Swift的人 可以去說 原來我們最需要 網羅的製工師 因為不得不說 台灣寫Swift的人真的比較少 這個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真的 而且比較有門檻 而且中間原本還是要 原本不是Swift 他後來又出了 原本還是Alger C 光是大家從微軟的那個 要跳到這一個的時候 接觸IoS的時候 那時候真的沒有 那Alger C就有嗎 Alger C就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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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ger C就很難寫 對啊 那時候是覺得很難寫 對 所以其實我們 之前在做 我們其實在做 IOS開發的時候 然後我們 那時候其實是 考慮這個載具 真的做的是 比較完整 在Security 和一些其他 Performance上面 所以像我們之前 做醫療的時候 所有人都說 你們可不可以 用Windows的方式寫 因為所有系統 所有醫院 全部都是Windows的 然後我們就是 有考量到一些 延伸性和維護性 還有就是 真正使用者 像好像說這個 這個地方 它提供的資源 對使用者來講 不是對開發者而已 就是使用者 但是很多APP 什麼的 那這個載具 可能真的能幫助醫護人員 這樣子 我在蘋果六年了 然後SWIFT 開放圓滿的時候 我還在蘋果 我是從蘋果去年十月 到行政院的 然後進來之後 也是一直這樣 把他繼續 所以你看 這個狀況 是非常可以理解 我一直把他繼續 那我這個現在 這個繼續就是 要拆倒 就這樣 真的是這樣 然後在蘋果 我當顧問那一陣子 其實SWIFT 是蘋果 第一個用我們叫做 開源治理模型 就是Open Source Governance 的一個大型專案 那在此之前 都是把別人做到一半的 小比像說WebKit 或者是FreeBSD這些東西 蘋果左手拿來 右手用 然後稍微跟開源合作一下 可是這種 從頭自己研發的 然後大型的開源出來 就是SWIFT 對蘋果來講 是第一個嘗試 那可能Steve Jobs 如果還在的話 不一定可以那麼順利 那我不曉得 對對對 就是它是需要領導層的一個 心態的轉變 對 那但是那個過程 我自己學很多 我不是在SWIFT Team 我不是在SWIFT Team 我不是在SWIFT Team 那但是SWIFT Team 當時的這個 處理方式 對蘋果其他的 Team 都是一個很大的啟發 就是說我們不一定 閉門遭拒劇了 我們可以跟全世界一起開發 Anyway 那然後在入閣之前 我是107課綱 課程發展委員會的文員 那我們107課綱的一個特性 Wendy其實有參與這個課發會 後來大部分的大會的紀錄 那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我們把在7年級跟8年級 開始帶進就是城市設計 然後以及在整個學齡中間 把SWIFT Team的這個概念 帶進去 那但是 但是承認你說的就是說 在此之前 因為這個並不是國民教育的一部分 所以教具 教材 教法 私事培訓 都是從頭開始 對 那所以從我們寫下 那個領域的課綱 到實際上路的2018年 中間這個其實就是 大家都是有點摸著石頭過河的 這個狀況 對所以我們至少能做的是說 因為你們都來了 又錄影了 所以至少逐字稿 他會有一定的能見度 我們這個辦公室至少 至少可以給一定的能見度 但是因為我現在不督到教育部 所以我能夠做的其實比較具體的 就只是在我們能夠幫忙的部分 好比像說如果說真的你們Android的部分 而不是IOS的部分 如果有開放出來的話 我當然可以找人幫忙貢獻 這個是不會有問題的 對 那只是說在台灣寫SWIFT 又用IOS 真的是比較大的一個門檻 只有獨衛地區可能很有錢的學校 才比較有可能把這個當作它的教具的部分 那但是如果你們一般的9寸的Android平板 都可以跑的話 那突然之間台灣我想 即使是偏鄉 他們都有相當多這樣子的教具可以用 因為台灣我們也知道 之前做了好幾波Android平板 所以我們沒有 我沒有 SWIFT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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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們就不講特定名字 對 那剛好SWIFT它是開放圓馬的 所以技術上並沒有什麼說 它不能夠在Android上跑 但是就是需要有人讓它做出來 對 所以說真的這個是挺討論的 好 但是我們也是想了解說 那接下來的教學的方式 是什麼我們可以再做的更能夠 好比說台灣的老師們其實我們了解到 他們是處於一個比較緊張和Panic的狀態 因為就快要上路 可是沒有任何的Guide Line 然後也有推創新教學和特殊教育 可是也不知道這個 我們是很願意說 覺得像國外這種Case就是一種創新教學 它打破了所有的科目的翻譯 然後在一個這樣子的空間或者是時間內 然後去做這種不同各種不同的這種課程的 甚至是一個玩或者遊戲的這種學習 那我們也很希望能把這個帶回來台灣 只是就是不知道如何讓 當然語言的翻譯可能真是沒有問題 我們可以協助 那其實怎麼樣是能夠正式的幫 所有的教育單位做一個 可能是研討會或者是什麼樣的方式 去讓他們知道開始哪裡可以開始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能做的事情 而我們是一個小小的團隊 真的是非常精簡的團隊 到底多小 我們就像是Instagram一樣 這樣子剛開始那樣的小小事情的人 對對對 但是我也是怎麼會講的 說Instagram就是做出了這麼了不起的事 就是精簡的小團隊衝得很快 但是相信要如果做這個大規模的推動 這一定要跟政府或者一些產業一起工作 就是所以 你們多少人在台灣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之前在美國 我們現在全部一回台灣 全部回台灣 對因為其實全部都是就是都是台灣的 台灣的來的人 然後再加上就是 原本是沒有想到說這邊的市場會這樣子開始 或者說應該就是說這個教育的環境 我們一定會能夠Ready for這個新的Program也就推行 那我們現在就發現 大家已經開始可以注目到這個上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好 我們會來這邊跟你們 但是原本我們是做另外的 也有在台灣的部分 所以你們是在北部還是在中部 我們在台大旁邊 在台大旁邊 對在台大旁邊 我說台大教授是哪一位 可以講 可以講嗎 不能講就是不能講 我有不能講 因為他就是我們的顧問老師 他知道就是 這也是一個另外一個 我們其實可以跟台灣反映的一個文化 就是說台灣是不鼓勵教授或者是去創業 或者是在國外是非常歡迎的 因為他們可能把最新的東西 最好的東西跟學生 或者跟什麼 變成一個長久經營的服務或是產品 那可是台灣比較不鼓勵這時候好像講了會害怕 可是其實陳妍老師他從回來台灣那一刻 就是要從 就是想要回饋台灣 所以他願意在美國放棄了這些 我們都在國外的大公司 然後創業公司都工作 放棄那樣子的生活 就是為了想要把自己所學的 Sanley Convalley的 甚至Seattle的這些 西部文化或是什麼精神 或是我們看到學校的帶回來台灣 所以我覺得沒有不能講 那這個 但是商業行為和是什麼 就是由我們這邊公司而負責 但是他會當我們的顧問 就是一直想要把這個東西做到 真的是大家喜歡用 所以像我們這些什麼 UI設計剛剛有說到 或者是甚至要做到這種 視障的學生 都是老師自己的堅持 這個題目也是老師 希望我們公司能夠處理來做的 因為他就覺得 學校沒有辦法做主的部分 需要有產業來幫忙 但是也很辛苦就是說 這個產業我們不是一個大公司 我們甚至沒有辦法能力 說很多的Android 猜出來的 我們不是那個大公司或什麼 但我們希望有天我們可以變成 像他們厲害一樣的大公司 對 謝謝 沒有不起 辛苦了 沒有 這樣我就真的會 真的會苦 會啦 因為 會錄你 你要面子嗎 沒有 沒有因為真的 像我們最近 我去國外走一走一圈 然後感觸真的太多了 那我覺得再加緊一點 真的是會有一點斷層 會有一點來不及 那現在全世界都在變 經濟文化體或是科技 全部都在變 然後我們的腳步已經有在加緊 可是還是很多平靜 那我們其實在 那我去 像前陣子我才從香港新加坡 然後去歐洲美國回來 那新加坡他們做的事情也是 他們一旦要做 從頭到尾就是貫徹 就是 因為其實民間也就是辦政府機構 因為他們很多對民間 當然其實都是政府入股什麼的 那他們的經營模式 從政府到民間 都可能是像一個公司 在去執行計畫 這樣子 動員的也很快 那我們其實 然後看到什麼荷蘭 其實後來知道 其實跟我們的地 是一模一樣大 甚至很多是他們自己造出來的地 就是他們的生活方式 然後工作型態 或者是甚至後來發展的事業 我覺得是很多很多東西 我們是 我相信 委員是非常看得到 比較有很多感受 那我們只能做這麼一點點 所以 那當然我們的能力 現在目前只有這樣一點點 比較辛苦一點 那如果大家願意志工的話 我 就又在開始 是超過志工 我們的心血也是各位的說服的 所以 沒有沒有 我覺得就是 如果大家一起推動的話 這真的就還是有一點希望 那 那教育不是只有 當然教育不是只有 教新的科技 還是什麼 我覺得原本的一些東西 是 還是要維持 那 好 不要講那麼多 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還是 主要是來請益說 還有什麼 我們可以一起 來 可以動和合作的 是 比較好的 那 這方面 我還是 再請您多指教這樣 沒有 你們各位 對 我想這樣子講吧 就是台灣的 中小學教育 在MAKER這一塊 其實一直有很大的社群 尤其是Arduino出來之後 其實非常的蓬勃 就是你去找各地的 包含 對 老師 然後像之前 在這邊的 蔡越林政務委員 有做過一個 VMAKER的一個計畫 那就是去盤點 全台灣所有的MAKER社群 然後當然當時 還是就是3D印表 或者是3D scanning 3D掃描這些東西為主 但是也已經包含了 就是Arduino 或者這種 就是可以觸摸的這種東西 所以 其實社群是絕對有的 那 其實上VMAKER網站 或其他MAKER相關的平台 其實你很容易可以看到 所有在台灣正在用Arduino教學的老師 那個是 有名單的 對 那所以我相信是這樣 就是說 目前正在用Arduino教學的老師 他們 本來就已經有一套教材教法 你們不一定需要幫他們 去設計教材教法 那他們希望的 其實你們就是解決一個 最現實的問題 就是Arduino內建的那個IDE 那個開發環境 12歲以上 才比較容易用 然後 可能真的是7、8年級 還不一定那麼熟悉 可能要到9年級以上 對 那所以你等於是把他可以適用的年齡 往下拉了3年以上 對 那所以如果你們專注在解決這個問題上的話 我覺得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去幫老師做教材 已經有非常多教材教法在那邊 那當然其實台灣的實際的限制 如同你看到的 就是說 其實大家都是在很少的資源裡面 試著去把教具做出來 所以 會變成是他們所有的教具 加起來 都還沒有一台iPhone規 或者還沒有一台iPad規 的這件事情 所以 除非是我們 在重點地區 為了 就是107客方 然後說 我們就是要 用iPad來做教學 不然的話 目前現場的老師 真的全部都是在用 不是Android 就是Windows 而且還不會是Windows 10 的 的平板 對 所以 我還是覺得說 如果你們專注在 就是你們能做的這一塊 我覺得真的你們做的不遜於 MIT 或任何其他會看到的團隊 謝謝 對 所以也不用急著扣張到 就是不相干的領域去 真的 這個是非常有貢獻的 謝謝 我能講的就這樣 看大家有什麼想問的 或者討論的 那如果願意 我們也有開 就是 為了應應Windows 或者是這種 各個 那個PC上面的 或者是說 就是電腦 如果是Web版本的開發 如果有滯空的話 我們也是非常喜歡 這邊有很多 對 對 因為有些瓶頸 這個要跟音頸寫結 那這部分 我們會 我們這邊就是 我們主要的技術 已經做一些 規劃和開發了 所以可能後面就是 後學就是 這樣我要講 直接Drop description Front End跟Back Fools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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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有 我們現在這邊就是 Front End跟Back 互相交學 然後組隊配合 然後 這個 慢慢大家都變Foolstack 對 那這樣的話 我們也會 非常歡迎 實習的 同學 對 就是 就是實習跟正經 我們都非常歡迎 這樣子 就我們公司非常的 像大家聽 吃喝玩樂 然後就 真的像美國文化 然後中午要 我之前看到 上週的時候 要設休息室 我們到處都可以睡覺 這樣子 然後要吃東西 我們有廚房 然後同仁都會煮 很好吃的東西 互相給大家吃 這樣子 所以歡迎到這邊實習 對 OK 好 那 還有什麼 可以 這邊 猴人 有沒有什麼想要 想要問 接應提的部分 有開放API之類的嗎 應該實習的話就會知道 我們其實這個部分 就是還沒有到開放API 就是說開放給所有的人 去做open source的開放 對 因為我們其實是要去接別人的API 還有一些甚至他們不是API 我們要幫他們做API的開放 對不對 那 但是我們就是把它做在這個系統裡面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不算是open到開放API這樣 好 那有 人要去試用嗎 或者是 對 對 或是我們這邊就有Arduino的Beans 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如果有 其實真的就是我們選這個的時候 就是他不用去用線接去消 如果像別的老師們 他們現在就是要去用PC 然後每一次的Execution 因為我們就是做Parallel 你其實基本上指令下去 馬上就是可以有反應 那像目前我所知道的 就是一些Arduino他們在做的 都是要每做完一次 就像是你要去compile一次的概念 然後去消到上面去接線 那這個就是當初選這個 無線 走無線這個的Arduino 所以是低厚電的藍牙4.0 對 是BLE 對 所以其實 其實如果他都走ArduinoBLE 其實這樣已經蠻open 就是 對 能接Arduino就可以用 相對上來講 好 那 路名是一道 你要講一些Ofreak的話 是不是 我通常好多問題想問是嗎 你們不是原本都很期待 今天要問問題 有什麼不能再錄影情懷疑嗎 沒有 沒有 我們是在開玩笑 不好意思 嗨 其實好像是在我房間 在那個 就是你還沒檔 那我們再等一下 我等一下 對啊你們幾個人來 我就跟次長 然後我們好像找調停師一位 好啊 我大概五分鐘之後 OK 沒問題 不好意思 那你們可以繼續在這邊 OK 然後我不在我就不堅持要說 有沒有什麼想討論 好 其實因為鄭文 影響是在科技方面 所以你剛剛給我們的一些 關於就是技術上的一些建議 那如果說我們 還想要多多請有關於教育方面的話 那鄭文有 幫我們去referent到一些 現在主要還是你們的策略啊 你們想要把它變成 中小學基本教材 在台灣的某一個 就是選項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東西有兩條策略嘛 一個是說你們從外面的 就是我剛剛講這些 Maker的 就是包含自學的 以及就是家長 以及教師共學的 這個比較是體制外的 那這個在台灣也是非常蓬勃 對 那但是當然體制內的的話 就會變成是說 那你就是要跟教育部談 那教育部的話 他一下子一定就會問一些 很political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要先準備 就是說 如果你要變成共同採購的一部分的話 那他有共同採購那邊的規則要走 所以其實這裡就是你們的經營模型 要先確定到一個程度 然後去談比較有可能 真的變成交距的一部分 如果這是你們想要做的的話 那不然的話 其實很多民間的基金會 他們會在單點單點的這樣子試 或者他們跟特定的掌場 像我記得當時 每個小孩一個筆記本的時候 其實台灣這邊也是有一些試點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 其實就不一定是跟教育部談 而是可能跟這些在做偏向關懷 或者是在做 就是這種城市設計的一些風用談 那那些我有認識的 當然都可以推薦給你們 那但是我還是覺得說要先想說 對先想說你們是要專心來做硬體整合的部分 然後軟體的部分 越開放越好 那還是你們軟體的部分 變成一個技術提供者 然後提供給越來越多硬體商 然後硬體整合也許開放出來 對或兩個都不開放 那也可以 那你們就是專門做consulting 那個這個東西就會 從十二年國教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沒有辦法變成國教的一部分 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是你們要自己考慮的 這比較不是我可以 一下子就可以建議的 對 但是我覺得這做得非常 完成度的很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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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很棒 對 我沒有說話講話 我們就不能來反過來考試 這樣 可以啊 現在嘛 就是要寫個包 寫個 可以啊 你們接鍵盤的話 接鍵盤寫四位不是問題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接下來就可能 我們還是可能多詢問各個方面的 對 然後我們保持 我們保持email聯絡 然後我這邊認識的一些社群 主要是社群的朋友 我就再refer給你們 對 那我真的覺得還蠻完整的 謝謝 謝謝 但我們也是更想知道說 如果真的要在台灣體制內去推動的話 甚至不管是說採購法或是什麼 教育部難免的考量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見 我們真的很願意去配合能夠去執行 因為全面性的推動可能是更有一個 更有效益 而且真的能普及 我們也會希望不管是偏向或是小朋友 不會有這門檻 所以的確我們真的很需要web developers 因為他們如果有PC 或者是能上網的時候 就如果能夠進階的開始使用 那可以到一些試點來去用的 可能這樣子 我們太多的精潔版去操控更多東西 是我們的心願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